第十名,杨不悔作为杨肖和季晓福的女儿,颜值绝对不会太低,但也不至于高到哪里去,没办法,谁让她是配角呢? 第九名,丁敏君虽然为人恶毒,但颜值还是挺高的,长得很有辨识度,一看就知道是个蛇蝎女人。 第八名,作为杨不悔的母亲,季晓福的颜值当然不可能太低,总的来说,我认为她比女儿杨不悔更好看,比较清纯。 第七名,作为四大女主角中知名度最低的一位,殷黎要是不悔容,其实也是个大美人,可惜她因修念仙珠爱毒手,结果把自己漂亮的脸蛋给悔了。 第六名,其实原著中的灭绝师泰也是个美人,只是以往我们看到的灭绝,多位老太婆子扮演。 周海妹饰演的灭绝师,泰应该算是世上最香艳的一版灭绝师泰了。 第五名,周芷若虽然长得清纯,其实富有心迹,是典型的白莲花,朱旭丹饰演的周芷若,我认为还是非常到位的,看着楚楚可怜,惹人怜爱,其实小心思多得很。 第四名,陈玉琪饰演的赵敏,也是非常不错的,她在剧中的服装师换了一套又一套,男装、女装、蒙古族,应有尽有。 总的来说,赵敏比周芷若稍微要好看一些。 第三名,很多人都喜欢小赵,因为她美丽、善良、单纯、体贴、听话。 实际上,小赵是一个人格不健全的姑娘,具体是她具有天生的女性。 她一口,一个我要伺候你,我要服侍你,我只想做你的丫头,这就是最好的证明。 所以张无忌不会留她,因为张无忌有恋母情结,她最多需要小赵的照顾,但绝不需要小赵的爱情。 第二名,陈素素虽然长了一张网红脸,但咋一看,还是非常漂亮。 难怪只有几集细分的她,居然小火了一把。 第一名,杨明娜饰演的第一美人戴起司,才是真正的惊艳了时光,其他九大美人在她面前,顿时暗淡无光。